近些年啊,国内的商品房数量呢,真的是增加了很多很多 并且国家呢,目前在这个商品房的层数上面呢,也做了相应的政策和调整 但是啊,今天看到的这一幕呢,真的是让我特别的吃惊 大家见过65层高的商品住宅楼吗? 真的是太长见识了啊 这个小区的名字呢,是叫天狱半岛 我让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高度啊 站在楼底 真的是太高了 可能是由于太高的原因啊 所以这个楼呢,看起来特别的单薄,对吧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广西的兰陵啊 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区呢 可以说是兰陵境内啊,最高的住宅小区了 在其他城市呢 我真的是没有见过比这还高的住宅楼了 以前在长沙武汉呢,建的那边的住宅楼呢 大概也就40多层 超过这个50层的都非常的少啊 在我印象中啊,感觉兰陵这个地方应该不缺这个地啊 它为啥要建这么高的住宅楼呢 这个真的是让人费解啊 抬起头了,抬着脖子它 我发现这边的这个楼呢,普遍建的都是比较的高 远方那个小区建的也是挺高的 在远方呢,就是万达集团的万达帽了啊 目前在我们国内啊 这个住宅建筑的高度和层数呢 有一个大概的划分啊 一般是分为这个低层住宅,还有多层住宅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高层住宅 但是高层住宅呢 它下面又是分四类啊 像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8层到16层的 它这个高度呢,大概是在25米到50米之间 通常称为小高层住宅 这个也是在很多县城比较常见的,对吧 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在一些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比较常见的一些住宅 就是17层到25层 最高高度的也能达到75米 第四类呢,就是层数是26层到40层的 最高高度的能达到100米 这个已经就非常高了 以前我在长沙呢,类似于这样的层数呢 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像第四类呢,就是超高层住宅 层数呢,是在40层以上 高度呢,基本都是超过了100米啊 像这种层数能达到65层的 可以说是在国内啊,非常非常的少见的啊 站到我个人的角度呢 我对于这种超高层住宅啊 我真的是不感兴趣啊 我个人呢,也是比较的恐高 但是为啥会建这么高的超高层住宅呢 它肯定也有它的好处 现在呢,我们从各个角度分析一下 这个超高层住宅的优缺点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优点啊 第一点呢,就是空气质量 比那些低层的肯定是要好很多的 第二呢,就是风景呢,特别的好 所以站的高嘛,视野肯定是越来越好 然后超高层住宅住户呢 通常可以看到低楼层,看不到的一些风景啊 特别是在早上的时候把窗户打开 那个暖暖的太阳会照射进来 真的是太棒了 然后第三呢,就是噪音呢,污染比较的小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它有一些什么缺点啊 首先这个超高层住宅呢 它在修建的时候 这个标准呢,比一般的高层住宅呢 它是更加严格一些的 所以日常管理的成本呢 应该比普通的高层住宅呢,是要高一些 第二呢,就是住宅的这个层数越多啊 里面居住的人也就越多,对吧 像这个上下班高峰的时候呢 容易造成这个拥挤啊 并且超高层住宅呀 周围呢,也会出现这个人流高峰和车流高峰啊 像万一这个停水啊,停电啊 这个电梯呢,就会让人特别的烦,对吧 那我们说一下最后一点啊 也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一点 就是有关于这个消防安全问题啊 这个超高层住宅呢 一旦发生火灾啊 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因为目前国内啊 这个消防云梯呢 只能到达30层的高度 这可是65层高的住宅楼啊 所以这个结果呢 大家自己去设想吧 以上呢 就是对于这个超高层住宅 优缺点大概的一个分析 利与弊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我也去网上了解了一下 这个小区大概的一个房价 可以看降的这一边呢 大概是在15000左右 不可以看降的呢 大概是在13000到11000 差不多就是这个价格 在兰陵这个地方呢 不算特别的贵啊 像这种超高层住宅啊 随着房力的增加了 它这个问题呢 也会越来越多啊 好了 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啊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补充 大家喜欢这种超高层住宅吗